这对小情侣居然喜欢泡泥浆 真是一个奇怪的操作 上一秒他们还在开心的聊着天 下一秒就发现了一个手骨 继而看到了一具尸体 神大恶骨姐姐到报案后 赶到了案发现场 并将尸体打包带回了实验室 实验室里小白化验出 死者的头部有多处明显的伤痕 其脸部更是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除此之外 小白发现造成头部和面部的凶器为两种 因此小白认为 杀害死者的凶手可能不止一个 此外 所长在调查泥浆时 并没有发现血液的成分 因此他认为 泥浆坑并不是死者的第一死亡现场 另一方面 小甜甜向古姐和神探提议 举办一场聚会 届时 她也会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参加 神探有些不想参加 但古姐和小甜甜 执意要举办这场聚会 于是神探只好硬撑下来 就在神探和古姐对聚会的事情争论不休时 团队里的其他人 找到了关于案情的一些新线索 首先 所长根据尸体掉落的肉体组织判断出 死者已经死亡了10到15天的时间 其次 小白发现这名死者身上的伤痕 简直多的离谱 不仅各个关节处 有着压烈性的损伤 就连身体的其他部位 也有骨折等损伤的现象 根据以上发现的种种情况 小白认为 死者很有可能是骑车时摔伤的 随后 大美对死者进行了面容修复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泰浪 是一名摩托车手 前段时间刚刚赢得了一场比赛的冠军 得到了这些消息的神探 立刻前往了泰浪生前所在的俱乐部 调查情况 神探见到了俱乐部老板的女儿池姐 和她的男朋友池哥 通过池哥和池姐的介绍 泰浪是这家俱乐部的金牌车手 而这家俱乐部是一个家族企业 前段时间 池哥在比赛时发生了事故 双腿受了很严重的伤 只能靠轮椅来行动 无法参加比赛 从池哥的言语中 神探听出了池哥对泰浪的不满 于是神探向大家宣布了泰浪的死讯 此时的众人一脸惊讶 仿佛完全不相信这个事实 不一会儿 池爹出现了 神探询问池爹 最后一次见到泰浪是什么时候 池爹回答 是在冠军庆功会的半夜 他开着一辆越野皮卡出了门 众人里只有池哥对于泰浪的死 表现出了无所谓的态度 这引起了神探的好奇 原来 池哥受伤和泰浪有关 但池爹却表示 那只是一场意外 因此神探怀疑 杀害泰浪的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池哥 之前小白说过凶手不止一个 所以神探认为 池姐很有可能协助池哥 完成了本次案件 于是神探将池哥带回了警局 并对其进行审问 此外 神探了解到池姐的弟弟池蒂 是泰浪最后一场比赛的竞争对手 于是神探找来了泰浪比赛时的视频 视频里显示 泰浪在内挡超车时 池蒂躲闪不及摔了下去 比赛结束后 池蒂愤恨地看着泰浪领奖 随后与泰浪发生了冲突 池哥认为泰浪一定是耍了花招 才使自己和池蒂摔伤 至此 神探认为 池哥 池姐 池蒂 三人皆具有作案的嫌疑 另一方面 小白找来了一堆摩托车的修理工具 以此来对比泰浪身上的伤口 从而找出凶器 卷毛则是在泰浪的头骨上 发现了一些化学成分 而这些化学成分 正是制造摩托车的常见物质 与此同时 神探将池蒂传唤至警局问话 为了使池蒂承认自己的杀人罪行 神探反复的播放着 池蒂在比赛时摔倒的镜头 池蒂不禁感叹 杀人还要诛心 好可怕呀 池蒂不为所动 他一口咬定 泰浪在比赛时使用了某种阴谋手段 才使自己与冠军无缘 不仅如此 池蒂还表示 泰浪和池姐曾经是情侣 两人分手后 池蒂认为泰浪伤害了池姐 于是将泰浪暴揍了一顿 最后 神探对池蒂的问话 以失败而高中 为了找出这起案件的关键证据 神探申请了搜查令 并对俱乐部展开了搜查 搜查期间 卷毛确认了 泰浪头骨上的化学成分 是一种叫甲本的液体 这种液体被用来保养摩托车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清理血迹 卷毛将这条线索告知了神探 神探立刻在俱乐部的工具柜里 找到了大量的甲本 并在大厅的下水道口 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神探带着古姐来到了 俱乐部测试摩托车的场地 此时的池蒂正在欣赏着 太浪的摩托车 但神探和古姐到来后 她变得有些生气 骑着摩托车冲向了赛道 但意外也在此时发生 摩托车行驶到最后无法减速 池蒂再一次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 摩托车撞向护栏 发生了爆炸 池蒂被炸伤 生死未卜 古姐现状立刻通知了急救制生机 前来抢救池蒂 随后 FBI的技术员机车美 对摩托车检查时发现 有人对摩托车的刹车片动了手脚 师姐立马上前查看 却被古姐拦了下来 另一方面 雪猫在泥浆里发现了一支原子笔 并使用技术手段 发现了笔上刻着一堆残缺不全的字母 小白对这些字母进行了补全后发现 这支笔上的单词代表着一个网站 巧合的是 这个网站的负责人正是池哥 因此神探认为池哥很有可能是在抛尸时 不小心遗落的 就在卷毛和小白调查这支笔的同时 神探和古姐 小甜甜和她的女朋友正式开始了聚会 他们的聚会内容是做逃逸 神探展现了超高的技术 她做出了一匹马 好家伙 这完全就是当代美版的马他飞燕啊 神探和古姐这边玩的不亦乐乎 小甜甜却和女友吵了起来 可想而知 这次的聚会已失败高中 第二天 机车妹等一干技术人员 在山中发现了泰浪生前开的皮卡 古姐在车里发现了一个沾血的撬棍 还有一个沾染了大量血迹的箱子 由此可以推断出 凶手先是在俱乐部杀死了泰浪 并用甲本清除了血迹后 将泰浪的尸体装进了皮卡后面的箱子 再将泰浪带到泥浆坑抛尸 除此之外 机车妹还在车座上发现了一座头发 古姐通过比对发现 这座头发的主人正是俱乐部老板池爹的头发 于是神探和古姐当即将池爹带回了警局 但池爹表示自己不可能杀害泰浪 原来池爹在泰浪死前 曾经将自己的功能饮料公司的股份分给了泰浪 但泰浪还没来得及在股份转让书上签字 就被杀害了 池爹怎么可能杀害自己的摇签树呢 至于那座头发 很有可能是他在庆功晚会拥抱泰浪时留下的 因此神探认为凶手杀害泰浪 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份股权转让书 另一方面 小白发现翘棍上的血迹并没有完全流到底部 这很不合理 而大梅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通过大梅的解释可以得知 凶手握住的是棍身而不是棍柄 而凶手之所以会这样持握翘棍 很有可能是因为凶手在持握棍柄的时候 发不出权力 所以大梅断定凶手是一名女性 而所长对翘棍进行化验后发现 翘棍上保留的DNA正是池姐的 随后神探将池姐带回警局 而真相也在此时浮出水面 庆功晚会上 池姐得知了池爹分给泰浪股权的事 并对此怀恨在心 晚会结束后 他拿起撬棍打死了泰浪 泰浪被击中后 脸部撞在了倒车镜上 导致了他面部的损伤 随后 池姐开车将泰浪的尸体带到了泥浆坑 并将其抛尸在那里 但池姐没想到的是 他将泰浪比赛时用的摩托车做了手脚 可泰浪还是赢得了比赛 而池弟却在试车时发生了横祸 池弟最后重伤不治 死在了医院 真可谓是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点下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